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老人们常说人老了,病也跟着来了 走不动路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骨密度和盖子都会流失 导致老了之后 腿脚越来越软弱无力 越来越没有劲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美食 每周吃上两到三次 老了腿脚好 一口气爬十楼 也没有感觉累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小块的老南瓜 南瓜首选老南瓜 老南瓜的口感粉面香甜 南瓜含有丰富的新元素 新能够参与人体内核酸和蛋白的合成 是肾上腺皮质素的固有成分 也是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的重要物质 南瓜含有的果胶具有吸附性 能够保护胃肠道联膜 免受刺激 对于促进胆质分泌 加强胃肠蠕动 帮助消化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中老年人常吃一些南瓜 能够起到降血糖的作用 因为南瓜中含有丰富的孤元素 可以提高人体的代谢能力 促进降血糖 同时还可以参与人体内维生素B12的合成 是人体胰岛素细胞必须的微量元素 所以南瓜它也有一定的降糖效果 南瓜中还含有多种矿物质 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和高血压 南瓜中含有的维生素和果胶 可以连接体内的一些细菌和毒素 可以起到解毒的作用 南瓜我们只需要一小块就可以了 先把皮去除 然后切成薄片 切好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3-5颗的红枣 先用清水把红枣清洗干净 红枣被称为天然维生素丸 含有丰富的体元素 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气血 尤其是女性朋友经常会出现贫血的现象 可以吃上一些红枣可以帮助我们补足气血 红枣可以促进白细胞生成 降低血清胆固醇 可以提高血清白蛋白 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 红枣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铁等矿物质 能够促进造血防止贫血 可以使面色更加的浑润 女性经常吃一些红枣可以改善面色 参白手脚冰凉等情况 红枣也含有丰富的盖子 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常吃一些红枣对于骨骼健康和促进骨骼发育 都有非常好的帮助 红枣中含有B族维生素 可以促进皮下血液循环 使皮肤和毛发更加红润 我们把红枣清洗干净去除枣核 接着再准备10克的黄豆 黄豆营养成分特别全面 还有豆类滋王的美称 黄豆所含的蛋白质为35%到40% 所以又叫做绿牛奶 黄豆脂肪含量15%到20% 以不饱和脂肪酸居多 具有营养神经健脑安神的功效 是防止失眠神经衰弱冠心病 动脉周样硬化症的理想食品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经常吃上一些黄豆 可以有健脾润肿肿肿等功效 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优质 它可以增加人体的滚密度 促进骨骼渐状 黄豆中的大豆蛋白质和豆固醇 能够明显地改善降低削脂和挡固醇 从而可以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 接着再来准备15克的莲子 莲子要先把莲芯去除 莲芯虽然含有药用价值 而且还有非常好的降薪火的作用 但是它有苦味 如果不去除会影响口感 中老年朋友经常吃上一些莲子 可以促进睡眠 对于失眠人群特别有帮助 莲子中含有钙、磷、营养元素 可以起到增强人体骨骼以及牙齿的强度 对于骨密度有非常好的不易作用 老年人经常吃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 经常使用莲子来煮粥 或在银饿中加入 能够起到清热去火的功效 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解毒作用 人体当中含有莲心碱 能够增强人体内战 对于心脏的调节能力较强 有助于缓解心率不齐等症状 莲子中还附有丰富的维生素类营养物质 能够起到很好的美白肌肤 维持肌肤的弹性 保持油盐的效果 接着再准备15克的小米 小米是一种口感清香的果物 它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既能够补充人体必须的能量 又能够保护和改善人体的健康 小米富含多种维生素 其中包括维生素A、B、E、K 这些维生素有助于肝脏和免疫功能的正常运作 促进眼睛和皮肤健康 以及其他重要的营养活性 小米也富含钙、铁和铁 它们有助于骨骼健康 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认知功能 并减少脑部退化 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经常去食用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经常会便秘 小米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保持肠道健康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 帮助软化食物 减少便秘的发生率 小米用清水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接着再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破壁机中 也可以直接用砂锅把它煮成粥或者是煮成汤 用破壁机打 这样喝起来口感更好 还不会造成任何的浪费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豆浆键直接打成米糊就可以了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 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像这样一杯非常好喝又湿滑的南瓜米糊就做好了 直接倒入杯子里面 当成早餐喝 这里需要提醒 这道米糊我们直接喝原味的 特别的香浓湿滑 如果加糖的话会太过于甜 不利于健康 把南瓜小米搭配在一起 既营养又美味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一周煮上两至三次来喝 可以帮助我们补钙 预防骨质疏松 保持腿脚有力 更加健康 对身体能起到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